這個維持政策利率不變都猜到了 所以沒有surprise 這回真的沒有驚喜 第二季央行李監事會結束之後 楊金龍公告維持政策利率不變 伸卷不升息 基本上我們這一次的重點 是還是房地產 我不是通膨 但是他也會對通膨預期 有一些的抑制作用 對這個房地產的一個健全 我們有作用的話 那我們用存款準備率 這個就可以支援它這個量的管理 央行表示選擇調升存款準備率 0.25個百分點 有效影響銀行可用資金 產生緊縮信用效果 有助於金融穩定 抑制通膨預期穩定物價 但房價高漲 這回央行祭出第六波打房措施 第二戶我們覺得 這個七層是稍微有一點太高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當降到六層 給它一年的一個緩衝 那這樣的話 販務主就比較不會 最新信用管制 限制銀行對房貸戶規定 六都加上新竹縣市 第二戶貸款陳述 確定下修到六成 6月14號實施 新清安這個是財政部他的一個措施 那這個是利益是良善的 至於就是說有什麼樣的一個漏洞 或什麼的啦 那這個是財政部的一個職責 比較不會就是說是月儲帶逃 外界質疑新清安住公 導致房市過熱 再加上人頭戶包租公亂向平傳 財政部出手防堵 下週將召集八大公股銀行 強化管理措施 三天新聞李文盛神話以臺北采訪報導